一群女孩里面怎么混进一个书墩子啊 老板说那是隐藏款啊 暗黑童话盲盒 我还没玩过呢 老板 结账 看是哪个小姑娘 什么卡好像魔法书啊 拿着红苹果 白雪公主啊 分量特别重 眼睛也是红的 难道是黑花了 裙子双层设计 加上金质小皮鞋 你看就是好东西啊 其他女孩会不会够好 老板 再来一个 结账 看看是不是隐藏 哎 度鸭的蜜语啊 紫色裙子加灰色头发 充满了哥特风 怎么还长翅膀 难道也是黑花了 下一个呢 老板 我还要玩 什么卡就不开了 直接开的 这是哪个 好像是隐藏 不是 是普通款狼鳞少女啊 黑花后的小红帽 连尾巴都长出来了 老板 我要多抽几个 一会儿给你夹 艾丽丝迷走 蓝裙子艾丽丝 手上提了只黑兔子 真是一个比一个精致 最后两盒 黑色的身份卡 好吧 天鹅夜会 我还以为隐藏呢 她这头发看起来像感闻变色的 呃 使我想多了 袋里有东西 我去 死去的天鹅变成了一把云伞 被刮到了胳膊上 果然是黑桶花 最后一盒 希望吃一层 嘿 嘿 普通款 玫瑰圆舞曲 变子一圈一圈的 好像冰激凌啊 手里包的小线 眼睛变叉好了 嘴巴也被缝上了 身上还有一朵小白花 我的妈呀 这是哪个童话故事里的 全拆完了 一个云囊也没开到 把垃圾收拾一下 老板 结账 拿着爱慧童话到这了 就把它们摸到高清上吧 真不错 又是完美的一天 发生了一支 要说饭 让你例えば